我们昨天说凡事不按照圣经的世界观 就是世界有神,神创造天地 神是天地的主,神是无所不知的 祂启示了自己,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祂 凡事不按照圣经的世界观 而认识观所建立的哲学 肯定是抽象的,是空洞的 昨天我们用一只狗的例子说 一只狗vito,它从狗到北京狗到狗到动物到博物到beeing到存有 是越分析越抽象,越解否也是越抽象的 这个是以人自己的理性 或者以人自己的科学来做万事的万物的标准 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 那在古代的希腊哲学呢 普拉图跟阿里斯多特就把宇宙分为物质和形式 这两个范围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层次的 那这个呢 就是以人为中心所建立出的宇宙观 形式,存有,这些很抽象的境界呢 其实是虚无的 物质你分析下去也是没有 他们说没有beeing,没有存有的 到中古时期呢 就分下面是自然,上面是恩典 总之呢,宇宙是撕利破碎的 人不可能在整个宇宙里面具体的认识神 认识自己,认识宇宙的 好了,到了现代期 现代期呢,是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开始 到了17跟18世纪 就是1600到1800这段时期 特别大概1670到1800这段时期呢 有两种的人本的哲学和宗教改革抗衡 那,人文主义是在16世纪的 一种文艺复兴里面的运动 我们今天不去谈它 人文主义或者文艺复兴呢 就带来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 把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归纳起来 我们可以称之为启蒙运动 再说一次 16世纪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17,18世纪末到18世纪 有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里面最重要的 两种的哲学就是理性主义 以法国的狄克尔为领袖 和实验主义以英国的洛克 然后来苏格兰的修默 作为代表的人物 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呢 都是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知识的标准 所建立的哲学 或者所建立的知识论 记得吗?什么是基督? 知识论就是我凭什么 知道我所知道的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 笛卡尔 其实呢 和古希腊的不拉图呢 是换汤不换药 笛卡尔 说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脑袋里面呢 本来就存在一大堆的知识的 一大堆的清楚的观念 discrete ideas 时间 树木 形状 重量 颜色等等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瓶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些的观念 形状 物质 重量 容量 我们树木是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些观念的 一个样品 所以后来 Hobbs的 霍博是吧 叫做 霍博不是 他就说 是咯 宇宙里面 所有东西呢 都归于一的 归什么 归于这些观念 其实呢 你真的看到 不是瓶子 是瓶子所代表那些的观念 形状 颜色 等等 所以其实天上没有新的事情的 就好像 FIDO的小狗呢 归那的最后是活物 就没东西了 同样的 笛卡尔认为呢 其实人的知识 是源自自己 理性里面一些的观念 所以 什么是正确的知识呢 就是那些符合自己原有的 那些观念的 就是正确的知识 理性主义 中古时期也有这类的理性主义的 安瑟伦的 证明神的存在 就是这一类的理性主义 你要听一次吗 你可以证明神的存在 你知道吗 从无声有的 很灵光的 听完之后 哇 这么灵光的 这么厉害的 好 来一次 这是理性主义 中古时代版本 现在请你想象 宇宙里面有一个being 有一个活物 一个存有者 你不可能想象 有另外一个存有者 比他更伟大的 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ok 你想象了 你脑子里面 有一个存有者 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存有 比他更大的 好 这个第一步 第二 好了 现在 这个存有者 就是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比他更 可以被想象 为更伟大的存有者 现在存在 在你的思想中了 第二步 第三 假如 这个存有者 就是宇宙里面有别的存有者 比他可以想象 比较更伟大的 这个存有者 只是 存在在你的理性 而不存在在 外界 的话呢 他就不是 那个 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另外一个 存有物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的 那个最伟大的 存有物 这是第三点 对不对 第二点是 这个存有物 存在在你的 脑袋里 第三 就是 假如他 不存在在 外界的话 他就 不是 一个 宇宙里面 没有一个存有 比他更伟大的 最伟大的 存有物 这是第三 单A 因为 宇宙里面 最伟大的 就是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比他想象 为更伟大的 存有物 应该是又存在 在你的思想 也存在 在外界的 3A 第四点 因此 宇宙里面 存在 在一个 存有物 就是宇宙里面 一个 比他想象 为更伟大 那个最伟大的 存有物 同时是存在着 你的思想 也存在在 外界的 第四 第五 因此 神存在 搞通了没有 我再来一次 变莫属 这样子的 把上帝 变了出来 对不对 第一 想象一个存有 宇宙里面 没有一个存有物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的 你想一想 这么伟大 伟大到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的 第二 现在这个伟大的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更伟大的 这个存有 就存在在 你的思想里了 第三 存在你思想里 不存在外界 只是在你思想 不在外界 就不是最伟大 因为最伟大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更伟大的 最伟大的存有 肯定是又在你思想 又在外界 才在最伟大 第四 因此 那个不可能 被想象 为更伟大的 最伟大的 那个存有物 肯定又在你思想 又在外界 第四 因此 第五 神存在 就是那个 被想象 不可能 被想象 为 有别的东西 更伟大的 是存在的 又在你的 思想里 也在外界 灵光吗 最后一点 神存在 第四点 是 那个又存在 在你理性里面 又存在外界 那个就是 那个宇宙里面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的 那个存有物 是存在的 在你的理性 也在外界 因为三A 是 假如它只是 存在你的脑袋 不存在外界 它就不是最伟大的 不是被想象 为最伟大的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的 一定是 里外都有的 才叫做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 所以第四 那个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被想象 为比他更伟大的 那个东西 是存在的 在你的理性 也在外界 就是上帝 所以第五 上帝存在 有说福利吗 在今天的后 现在是没有 说福利的 在18世纪 是有说福利的 17世纪 是有说福利的 假如你相信 人的理性 是决定 什么事情存在 不存在的话 这个就很合理的 也就是说 假如你认为 人的理性 取代上帝 作为决定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实的话 这个论点 这个论据 是合理的 首先你要假设 人取代了上帝 人的理性 取代了上帝 那迪卡尔的 理性主义 不完全是这一种 但是换当不换要 你想到的东西 是存在的 好 实验主义 是反过来的 实验主义就是 今天苹果掉下来 昨天苹果掉下来 前天苹果掉下来 结论是有三天 有三只苹果掉下来 而不是说 有万有心理 因为你只看到 外表的印象 而你不可以 因此而做一些结论 说宇宙里面有定律 有因果关系 刚才我们讲这个 是洛克到休默 洛克说你只看到 外表的印象 然后休默说 所以根本没有因果关系 宇宙里面东西 都是偶然的 科学不可能去做一些定律的 康德就把这两派合起来了 好 没有讲康德的钱 我想我们在神学的书本里面 常常会碰到一个词 就是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 不是自然神学 也不是自然启示 这三个根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什么叫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 英文是deism D-E-I-S-M 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说 当理性主义 人的理性抬头了 要推翻上帝的权威 当理性主义 进到教会里面 他就建立了一套的神学 叫做自然神论 自然宗教 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认为 上帝创造了 世界跟人类 完了 上帝创造了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 就是上帝创造了 完了 没有堕落 没有罪 没有救恩 没有地狱 只有天堂 大家就按照神的规矩 彼此相爱 大家都上天堂的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讲一讲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就是 任何的东西是真的话 一定是合服理性的 宗教改革 很系统的解经 带来一个结论 是上帝的启示 是合理的 reasonable 系统神学 整套圣经真理是一致的 但是 自然神论 把系统神学 把正统的神学 再退一步就错了 自然神论 为什么说 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 就任凭他 就任凭宇宙 按照自然定律的去运作 没有罪 堕落 没有救恩 没有地狱 因为 神的启示 必须 也必然 是合服理性的 所以圣经里面 那些不合服理性 不合服逻辑 都删掉 美国 写独立宣言 和宪法的起草人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就是一位自然神论者 富兰克林也是一位自然神论者 他们不是基督徒来的 他们不是正统的基督徒 他们是自然神论者 所以你今天看到美国的钞票 写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上帝 什么意思 那God是哪一个God 是圣经的上帝 还是自然神论 那个不会行神级的 上帝的启示 必然要服在逻辑的规律之下的 那个上帝 没有说清楚 美国就是偏偏不说清楚 因为这个国家是自然神论者 和基督徒 合作请假的 自然神论很重要的 因为他就把 某一些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神学家 就带进去理性主义 就是敬拜理性 理性为偶像 这个死胡同里面去了 理性主义是1710年代开始的 刚好清教徒 也是1710结束的 最后一位自称为清教徒的牧师 1710去世了 我们可以说 1710年 不是我说的 1710年代表着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在西方失去了它的领导文化的地位的开始 就是1710年 就是1710年 1910年代表着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并不证明万有吸力 只证明若干 这苹果掉下来而已 这样子就导致 大家好好的回去去读一读 我们在这里不会讲解这一份的 因为第一章在目前台北的改革命出版社出版那本《现在神学论评》是没有翻译的 我们盼望将来他们出第二版的时候 会把圆著的第一章放进去 康德 这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康德的重要性 康德说 人类要从他的武断 就是武断的教义的睡觉要睡醒 Man must be awakened from his dogmatic slumber 启蒙运动语就是要把人从他的教义跟武断唤醒 人类成熟了 我们要刻意地以文理性来思考 康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小的大学城 Koenigsberg 有人说康德的生活的纪律准到一个地步 那些在这一条街上打扫家里的那些的家庭主妇跟女工人 康德一定是每天同一分钟走过的 所以你看到康德走过你的门口 那时候你调一下你的手表就对了 是这么准的 康德真的是搞理性的一个人 而且他的理性是影响到他的信仰的 你知道当时大学都是政府办的 政府又是支持信义中路德中教会的后盾 所以所有的教授的薪水 不论神学什么科的都是政府发的 那大学理所当然有敬意中的崇拜聚会的 所以康德穿着他的教授袍子排队进教堂的时候 一到的门口他就溜走了 他不信在他东西的 他是一个要把理性 推到最贯扯的这个逻辑的结论 所以他说 知识论就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这个问题 太落缝了 不要再问了 我们要问的是人是如何认识事物的 当然是你先有经验或者实验主义那一步 就是很多印象 然后理性把它观念化 把印象变成观念 结果人就有一些的所谓理论 或者是理论的知识 或者分析过的知识 但是这些分析过的理论知识 就是理性和经验带来的知识 只是形容事物的外表 不形容事物的内在意义的 你要找每一件事情内在意义吗 好 请你到二楼 就是真理界 那里理性和科学不管用 不管用 只是有道德伦理 categorical imperative 道德的命令管用的 好 所以康德一来 人就再不可能认识神 因为神不是在理性科学的范围里面的 的一个存有 神不是在理性科学范围里面可以认识到 所以神简单来说是不能认识的 不过我们也相信神存在 那这个相信不是以理性和科学 那个层面的意义 用后来的神学家的讲法 就是以信心的意义 就是说神是在那个真理界 伦理界那里存在的 祂是我们所有伦理原则的 归一等等 为什么呢 虽然祂不是能够证明的 你不可能证明神存在 但是社会伦理需要有个神 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所以你就为了这个实际的需要 这个实际的判断 实际的理性 而不是理论的理性 你为了实际的需要 你必须相信神存在 宇宙里面有自由意志 有爱 有伦理的规则 我们搞哲学都知道 这些是假的 是神话 不过呢 不要说得这么大声 社会需要这些伦理的东西 所以他也写这个 实践理性的批判 批判的意思就是分析的意思 实践理性的分析 就是说 人是需要有审美观的 需要有宗教伦理的 所以神存在的 一张嘴讲两种话 从理性科学的范围来看 神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宇宙的真正的意义是存在的 因为人需要伦理 所以神是存在的 康德之后呢 理性和科学 就只限制于 研究事物的外表 宗教信仰 就归在那个 真理界 或者彼岸 因此 斯莱玛赫 就把 斯莱玛赫是一位德国神学家 不过他长期住在巴黎 住在法国 他就把基督教的真意 这样说 基督教信仰的真意 不是上帝从上而来的 而是从人来的 不是客观的启示 乃是主观的人的宗教经验 不是从上而来的 客观的启示 乃是从人出发的 主观的宗教经验 他就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 那个中心的内容呢 从神移到人 黑格尔呢 就不甘心这样子 把基督教搞得这么主观 所以他就 说不是的 基督教可以被证明 成为一个真的哲学 而从理性的角度来建立 绝对真理 建立基督教 结果呢 是空中楼阁 黑格尔 硬的要 建立绝对真理 而他所建立的绝对真理呢 就是正反合的 那个辩证里面 那个正 或者叫精神 但是 就算在黑格尔 要建立一套的真理 精神呢 这个也是能变的 正反合 反合 反合 等等 所以哲学里面有 康德把宇宙分裂 人不能再认识神 黑格尔搞一个 不能被证明的 空中虚空的神 其个果呢 就干脆向黑格尔反叛 说 我不来这套什么绝对真理 我需要知道是 现在 在这个时刻 我要决定 做一个真的人 我要决定 面对我 人生的真相 就是 焦虑 绝望 等等 好 这些是十九世纪的 三个很重要的 思想的派别 带来的是 现代 就是新派 就是自由派的神学 有斯莱马赫的 还有尼策尔的 哈纳克的 哈纳克已经到了1900了 这就是 后过斯莱马赫的 差不多了100年 既然 神这个观念 只是未来我们的伦理 而不是因为 祂真的存在 所以基督教是什么呢 哈纳克说 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 四海之类 皆兄弟也 彼此相爱 大家活到永恒 这个就是基督教了 所以当我们唱 那个快乐诵 Joyful Joyful We and Dorothy 音乐是贝多芬写的 词呢 是哈纳克 这种的自由派神学家写的 上帝为父 基督为兄 所有彼此相爱 都是属上帝的 就是一种苦旧论 巴特呢 是像这种的 19世纪末的自由派 的反动 或者反抗 巴特说 不行 不能够这么主观 我们要回到神的话 里面 去听 祂的话 听起来好像 北林分心会 其实他那个神的话呢 是并不存在在 这个具体的 历史跟宇宙中的 他那个神的话 是存在在一个 好像康德所说的 彼岸 真理界 或者存在主义的 那个一刻 那里的 下一节我们继续讲 巴特 然后20世纪的神学 未经许会